哈喽 大家好 贵州的大山是真的好冷啊 昨天晚上下雨了 盖这个被子冻的不行 就要给我 好吧 我的队友已经把饭做好了 真是幸福 我队友的日子吃的挺好的 每天早上醒来就有早餐可以吃 哈哈看我的队友 已经早饭煮好摇好 燕麦 小米 豆腐乳 老干妈豆腐乳 榨菜 哈喽大家好 巧克力现在是位处于碧杰市的 纳庸县 新春春 昨天晚上是在这个地方摘营的 那现在呢 我们是要跟一群小朋友 去他们这边一个 天然融洞特色篮球场 一起去看看吧 这个融洞篮球俱乐部呢 它是始建于16年的2月 是在18年的12月完成 差不多耗时两年时间吧 总投资是23万多 村民呢是自己集资了8万多 然后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 是捐了10万 然后完成了这个篮球场的建造 但是呢他是村之书也带头 有一位80岁的老人 当时也捐了100 在那位80岁老人捐款过后 惊动了这边的一些当地的政府啊什么的 觉得啊老人都有新捐款 所以大家就一起努力来完成了这件事情 所以有了现在的融洞篮球俱乐部 这会在山洞外呢大概是28度的气温 但是在这个山洞里只有十几度的气温 从进入那个台阶开始就非常的凉爽 天然的空调真的是避暑的好地方 他们下期也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打篮球 有一点都不用担心热的问题 在这上方呢还有一个洞穴 专门用来通风 在这边上面呢还有卢森 看来是属于窑竹的 看这些小朋友在里面跑了很久 然后半点汗都没有 可想象这里面的凉快程度 真的是避暑胜地 但是这里面已经完全不想出去了 可惜我不会打篮球 我要是会打的话 我一起跟他们玩几局 好啊我虽然不会打 但我还是想去尝试一下 跟他们一起玩 小朋友简直就是浅球高手啊 各种浅 你们这边是一共开了三届运动会了是吧 这我也不知道 你每届没有参加吗 我没有我一直在外地读书 在外地读书 对的 哦就就放假了才回来我一下 对就放假时候来 玩一下都没时间来的 你们参加过几次呀 我都没参加我没参加 这里应该就过年的 比赛吧 过年的时候会 应该就是过年的时候会 你也是汉族的吗 我是苗族的 苗族的 对 也是住在附近的吗 我家这里差不多有两公里 有两公里 对 然后特意跑过来打篮球的 对 还不错 这里面很凉快啊 对 外面再热了 在里面凉快一点 好打一点 对看你打了那么久也没出汗 哈哈 在这里面呢是跟小朋友分了一个多小时了 来 不热 他的气温真的是非常适宜 运动也没事 是我跑得还不够疯吗 好吧 可以疯够了 再领着一堆小朋友 下山了 哎呦 孩子玩 请叫我孩子玩 来 排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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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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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难过 依女那是够的 唉哟 走走走我们去商店 走走 去店里 一难过 一难过 那咱们 duty 一难过自己拳 一难过一难过 鞋집队 一难过